前两天环境保护的这个官员来到我们的施工现场来检查了一下 他说你这个施工的时候不能超过这个施地边界的15米 要15米以外才能够施工 画着有点白线的位置 这是他给我们定位出来的 这个法律规定是在这个施地是不让去搞任何开发的 就原封不动保持 我们准备沿着这个15米的后退 加宽一下道路 这个道路只有单车道 将来考虑到汇车的情况下 我们要准备加宽一下 沿着这个白线画这个位置 然后给他挖一下钩 挖了钩之后呢 我们把那个筛出来的石头啊 我们的垫到里边作为地基来用 前面的15米靠近湿地的15米呢 我们要给他补种一些植物 不种一些花 种一些草啊之类的 这一段的工作呢 我们就开始把这个路加宽一下 这就是我们主要的任务 希望早一点干完 就在这一段时间上 然后再准备一段时间 我们下午就会再放一半 我们下午就要再放一半 我们下午就已有点 然后再放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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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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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